爱多美产品是属于物美价廉的日常生活用品 所以只要大家不断的一直重复的向他人介绍 就一定会有人去把它买回来做使用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爱多美的牙膏 爱多美牙膏内含封胶成分 像这种牙膏大部分都在药店里面销售 价格大概是新台币300块到600块之间 但是我们爱多美只卖新台币97块 是便宜还是贵呢 很便宜啊容量多达200克 牙刷只有新台币32.5元 我选了一款高品质的牙刷 买来了数十种牙刷来进行测试 我就这样子每天刷10次刷20次 一直刷一直刷 就这样子出现了牙龈肿痛的现象 后来我才知道筛选高品质牙刷的方法 与其直接在牙齿上测试相比 在手背上测试是更为有效的 有些刷毛会让手背有种刺痛感 像这样的牙刷是绝对不能够使用的 因为牙印出血呢大部分都是因为牙刷不好的原因 大家都知道这个刷毛大部分呢都是由工程塑胶所制成的 表面看起来好像很柔和的样子啊 但它的材质呢其实是工程塑胶啊 是用那些制作汽车帮谱的塑胶啊来做成的啊 如果切割刷毛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像这样子切切切切切切切来切去的你看啊 肩部呢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锐利 如果这些尖锐的部分刷过牙龈呢 细菌啊就会进到里面去啊 导致了牙龈的肿痛啊或者是牙龈出血等等的症状 因此啊只要换牙刷呢啊 也是可以预防牙龈肿痛等等症状的 而埃多米牙刷刷毛的顶部呢是圆形的 这样可以有效的避免牙龈受损 因为这个刷毛呢啊是非常非常细小的啊 也因为这个刷毛非常的细小 所以呢啊才会比较容易的来帮我 我们去除牙齿缝隙内的牙垢等等的义务啊 啊那当然了牙刷的价格是不能太高的啊 因此埃多米牙刷的价格呢啊 比起市场上销售的其他同样的产品呢啊 是便宜了20%啊或者是30%甚至是一半以上啊 可以说啊牙刷的价格啊啊至少会比这个 其他的产品便宜了10%啊大家啊也都知道了啊 哈姆姓啊啊是有助于调节生理机能的产品啊 啊那它呢啊是由韩国原子力研究院开发的啊 而且啊啊它在韩国的销售啊是仅次于 叫做四五汤 哈姆姓就是啊我们用最佳的比例啊然后呢把它啊 进行浓缩之后啊研发而成的这个新的产品 因为啊啊可以滋补强身啊所以对女性来说啊 它的效果啊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啊我们这个制作的这个产品呢啊容量啊 虽然非常非常少啊但是它的浓度啊却是很高的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家里啊啊都有热水 所以只要用温水泡一两包来服用啊就像是喝汤药一样的啊像这样子制作高浓缩产品的话呢啊我们就可以啊啊来节省啊这个我们彼此之间呢这个邮寄的啊这个费用啊 那现在一盒啊啊是六十包啊价格是新台币两千八百二十元啊这款产品刚上市的时候啊六十包的价格啊啊是新台币大概是两万块钱左右啊但是我们呢啊现在把价格降到了原先的十分之一啊刚开始啊我是这样对我们的生产商说的啊啊你们假设我们公司以后啊我们每个月会销售大概十万盒啊 请问我们基准定一下价格吧但那时呢我们每个月只能卖出五百盒啊生产一次可以制作三千盒因为至少要定三千盒以上的产品他们才会接受订货并且呢开始投入生产那么以这种销售形式发展的话呢啊一年呢啊最多能让工厂啊机器运转两次啊即使每盒收新台币两万块钱 工厂也不能正常营运啊对吧所以呢我第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就说啊请你们以每个月会销售十万盒的基准计算成本之后再告诉我价位吧啊那个时候呢我们估计的这个价格就是啊30包啊新台币2820元啊 与60包新台币2万元相比呢价格啊是降到了大概是原来价位的五分之一啊之后我们渐渐增加了容量啊越来越大包越来越大包啊从30包到42包啊之后呢再到48包然后我们再从54包增加到了60包 就这样我们现在才能以只有出其十分之一的价格销售蜂蜜饮很多人呢在服用过蜂蜜饮之后呢都说效果啊非常非常好啊但是呢啊现在出现了仿冒品了啊你知道这些仿冒品了啊虽然比爱多美容量多出了两倍但是液体浓度很低好像是添加了很多的水 那即使是这样的价格价格也比爱多美蜂蜜饮足足贵了两倍的这价格大家就知道仿冒品比真品还要贵两倍的情况之下呢是想要买那个卫造品还是我们要买正牌的爱多美蜂蜜饮呢大家自己斟酌吧 谢谢大家